大家好,由于习近平上台以来,拒不受理张扬希悦被活摘贩卖,遭受迫害财产被人霸占的陈年序案 他拒绝处决参与迫害张扬希悦的凶手 所以习近平不是一个合格的国家领导人 他必须下台,他的接任者将是薄熙来 我们希望薄熙来尽快从监狱里释放 在本次人代会上就解决领导职务问题 彻底替代掉习近平 好,谢谢